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次是第二课的第二集 雅哥由六首情诗组合而成 我们查第一首情诗 由一章二节去到二章七节 这首情诗讲到 有一天所罗门王巡视他皇宫属下一个葡萄园 被一个很美的女孩吸引着 虽然是初次见面 但是双方都表达他们之间的爱慕之情 上一集我们查了一章二节到一章四节 主要是由女主角表达她的心声 接着来我们会查雅哥一章五节到七节 他讲到女主角在提出爱慕所罗门王的同时 他实在是有点担心 至于他担心些什么呢 一起看第五和第六节吧 雅哥一章五和六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慢子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京城 女主角担心她在大都市女子的眼中 只是一个平凡的乡村姑娘 因为她在葡萄园里面 而日头就将她的皮肤晒得很黑 咦?那即是她担心被人看不起了 经文提到基达 她是以色玛丽的第二个儿子 以色玛丽? 即是亚伯拉罕和埃及的 子女夏甲所生的儿子 为什么在这里会提起她呢? 基达的后裔 在阿拉伯的北部 过着一些游牧民族的生活 他们住的帐篷 是用黑山羊的毛织成的 很普通 在沙漠地带到处都可以见得到 至于所罗门王的帐篷 她里面的曼子是用好经过的材料造成 有华丽的色彩 两者之间当然有很大分别 在这里 女主角形容她的外貌 就好像基达用黑山羊毛织成的帐篷 那么黑 不过她的本质 就好像所罗门王帐篷里面的曼子 那么高贵华丽 在第六节 女主角说 她被她的弟兄叫了去看守他们的葡萄园 而自己的葡萄园就没有人看守 那么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经文的葡萄园 通常是指种葡萄的地方 葡萄可以让走 而爱情就好像葡萄酒一样 令人陶醉 不过在雅哥里头的葡萄园 葡萄园也都可以指是女子的身体 为她所爱的人开花结果 在雅哥里头的葡萄园 甚至正是圆这个字就出现过二十几次 大部分都是有双重意义的 你的意思是 我自己的葡萄园 是指这个女子的身体 而她的兄弟就将她当作工人看待 勉强她去看葡萄园 使她无办法照顾自己的身体 于是乎就晒到这么黑了 林彬啊 我有一个疑问 这个女子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对待 为什么她爸爸不会去理她呢? 雅哥这一卷书 没有提过这个女子的爸爸 她可能很早就已经过了身 经文提过童母 所以她可能是疑父不关心她 无论如何 家里的东西是由她的兄弟作主 女主角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貌 表明她已经墮入情网了 我很明白那些女子的心情的 平时衣着随便又不打扮 不过如果有一天她开始打扮 或者留意自己的外貌 那有可能她就是认了男朋友 甚至开始拍拖 不单止女子是这样 其实那些男子都一样 本来不收蝙蝠 如果突然之间留意自己的外貌 相信她已经有拍拖的对象了 子山 你真的很明白年轻男女的心态 如果我们由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一段说话 它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无论我们有多忙 都不可以只是顾着向人家交代 而忽略了自己本身的需要 如果不是到头来损失的是自己 千万不要令自己有遗憾 那倒是 我突然想起《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经文 讲到主耶稣和十二个使徒 去马大和玛利亚家那件事 那一次马大因为招呼这么大帮人 搞到非常忙碌 于是口出怨言 还向主耶稣诉苦 怪妹妹玛利亚不帮忙 当时主耶稣的答案是 马大 马大 我们实在很需要 时时都提醒自己 知道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次要 特别是灵性上的需要 千万不要本没倒置 好 继续看雅歌的一章七节 雅歌一章七节 我心所爱的我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享午在何处使羊揭我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似蒙着念的人呢 这一节的内容 是女主角向她的情人所讲的说话 经文的享午是指正午 这是牧羊人通常戴着她的羊群 血色的时间 蒙着念的人 在旧约时代是指妓女 这节经文表示 女主角想去她情人牧羊的地方 和她相会 但又怕被其他的牧羊人误会 以为她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 顺带提一提 在雅歌里头 有时是会将男主角 比喻做牧羊人的 我相信谈过恋爱的人 都会体会到 女主角想念她的情人的心情的 所谓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特别是对你心爱的人 怕不得时时刻刻都对着她 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 很容易被人看穿 因为这样而被人取笑 一点都不稀奇 引用同一个道理 基督徒在追随主的过程当中 时时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你有没有试过 被你的亲戚朋友 同学甚至同事 笑你迷信 不过 如果我们确定自己所信的是 那位独一的真神 那就不应该在乎人家的看法 因为被人笑 就不去跟随主 好 我们跟着看雅哥的一章八节 这次轮到女主角的朋友说话 雅哥一章八节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若不知道 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 把你的山羊高 木放在木人帐旁边 女主角这一帮朋友赞他漂亮 并且告诉他 只要跟着羊群的足跡 就可以找到他那个在木羊的情人 你这次经文将女主角描写成为一个女的木人 她的朋友鼓励他 嫁入情人牧羊的行列 这样就可以时时刻刻都在一起了 其实这次经文也提醒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做神所喜悦的事 才能够与神同在 并且与神同行 林彬这个说法我绝对同意 我们分享完这一首情诗的女主角 和她情人所说的说话了 在下一节 我们会看一下男主角的反应 那即是说 今集我们又要停在这里了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内容 弟兄姊妹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